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我们讲《如意宝藏论》是 现在讲第四品《有情世界的行程》 《有情世界的行程》当中前面五色戒 色戒 欲戒的行程就讲了 其中讲欲戒的时候 讲天人的行程已经讲完了 人类的行程当中 四大部主的人类的行程和分别说的南战部主的行程之力 那南战部主的行程之力首先是化身的行程之力 还有其余胜处 其余太身 乱身 其他的行程之力 首先是讲化身的行程之力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正式宣说 还有佛俗的南战部主的有些特法 还有他的同名 首先讲南战部主的化身行程之力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整个南战部主 还有悲戒鹿主 西流河主 东圣圣主 这四个咒也是这些人类从光明天 光阴天 上面的天界当中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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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衍下来 刚开始人类没有现在这样的太深 没有这样的行程 所以说人类的行程对很多人来讲 也是比较神秘的东西 也有很多的专家 学者 东西方的很多学者 也花大量的时间一直寻找 人类最初的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们有时候想找一些靠骨的骨盒 或者有一些仪器 或者有一些恐龙的骨架等等 来经常去探索 其实这样探索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些人类的行程也不一定 依靠这样的武器 依靠一些物件来能了知 比如说出界的时候 人类都是化身的 而且它成长的时间也是很快的 然后最后死亡的时候也没有 像我们太深的众生一样 留下了许多骨架 这些都是没有的 有些都是像天人的死亡一样 死完了以后变成化光 也有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人类的情愿研究 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观察的方式大家也应该明白 我想最近我们这里的堪布堪摩摇有些应该有一定智慧的人觉得 《如意宝藏论》里面讲得特别好 打开了很多的眼界 因为以前自己觉得可能受到的教育不同吧 一直认为是比较固定的一个思维模式 但现在这样一讲 至少是有一个去观察的空间 我可能是这样的 也许是这样的 也许不是这样的 不一定你得出一个特别确切的结论 因为七世界的秘密和有情世界的秘密 其实是自古以来 千经万论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我们一两句或者短暂的时间当中 你思考一下 不一定马上得出了一个特别好的结论 但至少《如意宝藏论》对可能 尤其是很多初学者来讲 对世界也好 对人类也好 对意识也好 包括我们后面还会讲很多的智慧 这个应该有必要的 去学习 我刚开始也讲了 至少我们注释一定要跟上看 但是我看最近很多人念金刚萨赌行诸 基本上都是讲完了以后 把书关掉 然后一遍都不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 这是种下一个善根而已 学习应该要边讲的时候边学 这样一方面是自己马上学好 还有一方面当场有一种炫火的加持 可以说是 恰美仁波切也在说吧 比如说讲经的人 虽然不是三世诸佛 但是讲经的人当时讲的时候 诸佛菩萨的加持化为光 融入他的身体 他说出来的有些话 也会有佛菩萨的加持 同样的道理 我们听众也是得到了诸佛菩萨的加持 正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认真修行 里面的道理会明白的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 尤其是南瞻部主的有情是什么样的来呢 因为我们上面讲了 最初开始有一个初戒 初戒的话 这个戒已经坏了 坏了以后开始形成了 形成以后一片大地 空无一人的这样一片大地 在那个上面没有众生 这个时候 我们前面也讲过 一般是第一禅一下 全部被毁坏了 被毁坏以后 先从观音天这边降下来天人 然后在梵天和梵中天 梵布天在那里形成众生 他这里没有讲 这里是因为讲人类的时候 为什么梵天呢 他就觉得 他之前 他没有出来之前 下面都是没有看到人 他出来了以后 包括梵中天和梵布天 还有下面的人类 他就开始形成 形成的时候 他自己误认为是 这些世界实际上是我造的 其实现在的很多人 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当中 经常讲是上帝造万物 上帝造万物的话 有些可能是 是不是上帝有不同名称的 梵天 因为像印度很多梵天的宗派 他们认为人类很多都是梵天造的 但实际上真正去观察 不是梵天造的 但有些西方宗教也是认为 人类是由上帝造的 各种说法 但这些也许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意思 那这样的话 因为梵天实际上也是光阴天 或者光明天的天人 繁衍下来 再下面就开始 刚开始人类是怎么形成的呢 有一个天子 他的福报慢慢渐退 渐退以后像落一地水一样降到人间 当然落一地水只不过滴落下来 这是一个比喻 但实际上真正是不是 天人从雕下来可能不是 《七十经》 还有别的一些经当中说是 光明天的天人福报讲了以后 他会死去 他死了以后到了南增部族 以化身的方式来开始出现 并不是一个天子好像飞机里面掉下来了一样 掉在人间没有死 可能不是这样的 他这里倒是说是低落下来一般 但这个也可以说 因为天人下来的话 我们经常想天人死完了以后 堕到地狱里面 也是天人堕落 堕落 其实也可以有这个意思 这个天人在我们人世间当中化生 化生以后 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又出现了一个天人 这个也可能是以化生的方式来出现的吧 也是一个福报渐弱的 不知道是光明天的还是其他地方 也许是翻天的有一些福报 进了以后下来也不知道 这样下来以后 又来了一个天人 天人以后 前面的那个天人非常地欢喜 他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很长时间一直孤独地待着 然后看见了另外一个同类的天人 那就特别欢喜 然后他把他成为他的伴侣 他这里的伴侣 并不是世间的夫妻一样 有其他世间的关系 只不过是伴随他的一个伴侣吧 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到了一些国外的时候 虽然不是真正熟悉的人 但是如果他 比如说一个中国人在非洲 待了很长时间 后来来了一个中国人 他觉得是他的伴侣一样 特别开心 因为跟他有一点共同意义的这样的人 所以当时这个天子 在我们人世间当中很开心 来了这么一个天人 这样以后人类从这个地方 后来有些是从光明天 这些天的福报讲了以后就下来的 还有些可能其他的世界当中 比如说因为世界那么多 娑婆世界那么那么多 其他的有一些在那里死了以后 这里的因缘产生的话 这里有化生的 还有可能 比如说地狱和饿鬼里面的众生 因为地狱和饿鬼里面的众生不是最后 他的业报已经清净了吗 清净的时候 还要在人世间当中待一段时间 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刚好 其他地狱和饿鬼里面毕业的那些又化生到人世间 所以这样逐渐逐渐 人类就开始繁衍得越来越多 这样我们佛教的说法 还有其他很多宗教的说法 我们人类最初的中心 也可以说是 最初真正的我们的祖悲 或者是我们的中心 是天人下来的 应该是比较高贵的 并不是很低劣的一个动物 先愈泪 然后变成有机动物 什么无机动物 这样就慢慢慢慢开始站起来了 这样的话可能确实历史学家 给其他的要说的话 我们人类是动物变过来的话 说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不好说的 当然这个可能有两方面来说 如果公正来说的话 这个到底是进化论还是退化论呢 这个我们可能要观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 确实人类社会从古代原始社会 陆地社会 封建社会 在这个事前 远古时期 从那里开始到现在 从物质的资具方面来讲 好像确实是有一些进步 包括以前根本想想不到的事情 后来一代一代的发明 包括现在的科学的一些进步 在这些方面 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在物质层面 有前所未有的发展 前所未有的发现 这方面可以说是从某种意义上面进步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说 从我们今生层面的话 那是不是古代的这些大德 或者古代的这些人 跟现在的人相比较起来 那现在比以前确实是聪明 确实是快乐 确实是平行 各方面来讲很好也很难说 就是很难说 你看现在我们 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 佛家的六生二庄严 八十位大成就者 以及千千万万的这些千辈大德们 他们所造的论典的话 我们今天的后人 如果光学起来都很难的 我们学居舍也好 学医民也好 学其他的 包括各方面的一些论典的话 我完全可以超越龙猛菩萨 我肯定确定超越法乘论事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很公正地说 我们现在人的这种智慧 远远超过前人的话 也许五次方面的发现 有所进步的 但是从今生层面的话 我们也许可能越来越有一点迷惑吧 因为前人所造的这些论典 特别有精华的思想吧 但后人能不能造出这样的 这个也要去观察 所以前面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受到了 唯物论也好 进化论也好 他的教育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破他们的观点 因为他们这么多年 虽然历史不长 进化论到现在 1859年 应该算是时间不长 但是即便是时间不长 但是他有很多人都是认可 而且他的理论相对而言讲 也有比较丰富的 各种各样的 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 赫拉里的人类见识和时间见识都基本上都看了 但是看的话 基本上是知道 达尔文的很多论典再次修改 然后就造出来了 很多事情虽然以现在的语言 以现在的这种 包括一些电子科技 以及量子力学 这些结合起来 但是对未来的手机 未来的预测 基本上大多数只是凭自己的想象 还有前面历史上所发生的有些事情 来列举一些案例 以这个来宣说的 这些人是很厉害的 很聪明的 但是真正他们最主要的观点 是正确不正确的话 后人应该可以观察 所以说其实现在 那天我们有些也在讲吧 其实我们这里应该是在学识方面 平时对人生 对整个历史有所了解的 有些人也在说 对进化论的话 从学界来讲 好多都是 并不是很认可的 东西方都是这样的 并不是很认可的 但是有些上面已经称了 它是一种教育的体系吧 它的这种模式 或者它的框架 几百年来 也没有几百年来 上百年来很难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人类历史上不能以为 因为这个是现在很多人承认 所以肯定是对的 这叫做人云亿云 《四百论》里面讲的是 如果大多数的人疯了以后 国王是本来清醒的 但实在没办法 后来他自己也是喝毒药 跟他们同流合污 跟这个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肯定是对的 不一定 如果真的是这样对的话 地狱的众生和饿鬼的众生 比我们人类多得多 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类的价值观 是不是比较起来的话 地狱众生的价值观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是非常众多之谷 这样说的话肯定不合理的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很多人讲 人类的起缘到底是什么样 《纳云宝众论》里面的光明天 我们最初的人类是光明天 是他的繁衍下来的 给别人说也是好一点 我们人类最初的是什么呢 我们人类最初是一个猴子 这样说的话好像也不是很 我们人类是从天界下来的话 那还是虽然它是一种堕落的现象 但是也可能比较而言 比较好一点吧 但这个也不是为了好听不好听 但事实我们也要去观察 然后下面讲 其实这个时候的人类 他不管是想做什么 他轻而易举的 依靠一种作意都能形成的 星空聚光 喜乐时 树无量水 无心火 二十几层最初劫 那么这个时候 他有那个时候的人类 大概有五个铁铁吧 他一个就像色戒天人一样的 他特别特别的相貌庄严 尤其是他依靠神通来空中 就行来行去 可以飞来飞去的 不需要什么 骑自行车 骑车 走路这些都不需要的 天界一样的 那个时候可以行于空中当中 这样的话 他可以随心随愈的 不管是到哪里的话 就到哪里 我们现在即使坐飞机也是很难的 想到哪里 但是一直搁离 一直是买不到飘 或者说是飞机烟雾 或者说在飞机上动来动去 很害怕这样的 那个时候的人 他自己想飞到哪里 就呜呜呜飞过去 现在你看 像马雀和乌鸦飞的时候 一块翅膀就啪哒啪哒这样飞 那个时候人都是不用这样的 不知道怎么飞 他可以飞心的 然后聚光 身上也是非常具有光泽 光芒散说 还有喜乐施 喜乐施是当时的一种 可能也跟禅定有关吧 他的食物 享用他这种欢喜的 意念的 就像极乐世界一样 这样的一种食物 这是第三个吧 然后聚光喜乐施 然后受无量 那个时候不是 获得八九十岁就已经老了 真的 我们现在人有时候还是很可怜的 十年很快就走了 因为过了十年 我都有时候想 再过十年七十多岁了 再过十年八十多岁了 再过九十多岁了 九十多岁的人都是什么样 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原来想 六十多岁好可怕 现在一会儿马上寿命就到尽头了 就这样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人类谁说是无量水 然后没有线性的烦恼 我最羡慕的 没有线性的烦恼 贪嗔痴都是 每天都是没有什么线性 线性是 他习气肯定有的凡夫人嘛 但是没有线性的烦恼 没有线性的烦恼 所以你看颂词当中讲到 大概五个特点吧 这个当时初戒的人类 实际上是 他们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现在有些人不可能 五两岁哪里啊 我现在只活到上百岁都是差不多了 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吧 那天我们看到那个段视频里面 以前光是国王 他持证的话 一百多年 两百多年 两万 四万 六万 有这样的嘛 这样我们跟以前的有些历史 也有重新的认识 这个叫做出戒 出戒 后来因为圆满戒 出戒 现在是末戒 末世的戒 出戒的时候 整个大地也是充满快乐的 大家知道 接下来 无成大地平美妙 无有日月 无难女 皆为化身 成有情 那么后来当时的南战部主 实际上是 因为人类没有现在我们一样的 帐篷 房子 家室 还有出所 城镇 包括各个国王的堡垒 建筑 这些也是没有的 整个这样的大地是平淡的 可能那个时候 并不是说没有山丘 因为他地科运动的 后来好多山丘 山林 这些都是 地质学家有各种说法 但是说那个时候是大地平淡 也许没有什么房屋 这些叫大地平淡的 然后无有意 这个地方要加上一个意 无有就是诸事里面 然后也没有日月形成来区分世间的 也没有七戒 念 月 世间 日 刹那 虚语 这些来分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我们现在是日月来分白天晚上的 或者是冬季 夏季 或者是一年两年公元多少多少 日 月 世间 上午 下午 我们每个人都是 手上有手表 现在好像有手表都很少的 戴手表的人都是比较老人 一些落后的人 一般现今比较那个的话 今天那个 你来了 不用忏悔 吃素月有什么忏悔 世间也没有 当时没有日月 然后也没有男跟女跟 也没有男女的分类 然后这个时候 众生互相称呼的时候 有情有情 有些说是众生中 有些经典里面说的不同的 有些里面说是 杀多杀多 杀多也可能是众生的意思吧 我这里翻译的是 有情有情 但是好几个经典里面翻译的是 那个时候互相也没有什么名字 没有什么名字 也没有宿命 也没有法名 互相称呼的时候 有情 众生 众生过来一下 互相都称呼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有些经里面说是杀多 但不管怎么样 那个时候这样也好一点 不然有时候这个名称 我们藏地有种说法 比如说我叫冤河 然后旁边如果死了一个冤河 马上要换这个名字 不然的话 就民间有一种说法 一个人死了 如果喊他的名字 他那个中阴或者他的灵魂 马上站起来看你 这样很害怕的 比如说冤河或者冤冤 救国这些死了 那旁边如果说救国 马上要换这个名字 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 藏地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众生的话 死了也不用换名字 反正都是众生 好像青海那边 对人也叫做众生 比如说这是藏文当中 这个众生痛得很厉害 这个人痛得很厉害 人就叫做众生 藏族这边一种称呼的时候 这个众生病得很严重 这个众生比较成功 我们说是这个人嘛 这个人比较成功的话 他们说是Simchen Simchen是众生的意思 Simchen 所以他们也有这样的 可能他们现在还有一些原始人 可能初戒的人吧 那个时候人类几乎都是跟天界相同的 因为那个时候吃得也跟天人一样的 可能天人和人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分开 中间也没有这么分 而且有些佛经当中也是讲 释迦牟尼佛是初戒的时候不能出现 因为那个时候烦恼也没有 痛苦也没有 所以即使佛陀出现 他不能度化众生 而且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化身平等的 因为到后来的时候 哇 这是国王中心的 这是什么什么中心的 这样以后对尊贵的比较恭敬心 所以后来佛陀通过五种观察来来到人家的原因 人受百岁的时候能度化众生 初戒的时候佛陀也不可能出现于世间 那个时候几乎都是人和天人分不清楚的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可分的 这么一个状况 后来大概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现在 堕落到现在呢 后来是这样的 佛国就是从空中传出现人 共成人 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有一次所有的众生都同时听到了 在虚空当中出现了一个现人 现现人 他可能现人有不同的称呼 但是很多众生当时听到的是忍 忍显现了 可能忍就是这个字 但是这个是我们藏文当中 忍就叫做摩嘛 说是摩 但是是不是在藏族人面前说是摩 汉族人面前说是忍这样 不然光是说摩的话 汉人听不懂 然后包括我们藏人当中 很多也是听不懂的 像家荣好多地方 我们藏语就听不懂的 不一定听得懂 但是他的意思 各个当时也许可能有 各个区域 国家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这个人的 汉文都不是加古文当中 刚开始人是怎么写的呢 就把这个人通过自信来写的 所以说在空中 就像我们依子虚 当时是空中自然而然现的 这种佛陀的加持力显现的 这个人不是很好的 本来人过得那么快乐 最后空中出现了一个人 人出现了 就这么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非常巨大 出遇的众生都听到以后 大家都才明白 我们叫做人类 我们是人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类就堕落 其实这个声音 对人类来讲不是很好的 以前过得很好的 从此之后什么烦恼都出现了 所以说有时候 名称还是很重要的 人的这种名称 其实不是很好的 我们藏地对名称比较重注意 比如说对人的 除了特殊的有一些名称 要特意给他取一个不好的 比如说他家里的所有孩子 经常咬着咬着的话 那最后给他取一个特别不好的 什么牧女 也有这样的 好像汉地也是有吧 有时候取狗胆 还有什么铁柱 反正很难听的 有些小的时候也有取的 我们藏地也有 比如说这个男孩经常 他们家里男孩经常死的话 那就再生一个男孩 就害怕咬着 给他取名为女人 牧狗 什么有这种取的 长到之后 有些帅哥也叫牧狗的 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名称 除了特殊的 确实这种名称 也许也是避险 避免这些恶缘 现在好像网络上和有些微信上 自己取得各种各样的怪怪的名字 大多数的人都是喜欢魔王 魔什么什么 可能很多人是不是觉得 魔王是没有什么约束的 而且能做坏事 很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包括对自己的微信也好 微博也好 取上这个化名的话 也是稍微有一点缘气的可能好 一点不然的话 全是取一些负面的 包括我们现在藏族的年轻人 经常一看到 什么毒药 魔王的儿子 魔子 还有远弟 不知道什么名字 凡是负面都比较多一点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 跟自己的名称也是 稍微有一点点缘气比较好一点的吧 不然的话 你自己取魔子的话 你真的是下一辈子 变成魔王的儿子 也不知道 所以有没有必要 自己看 凡是人类这个词 空中说出来了以后 原来跟天人一般的生活 慢慢就已经变了 怎么变了呢 后肃光见福德微 无限性火 灵气 灵气 此时他嘴人犯烟 这个时候跟前面初戒相比较起来的话 确实是他的宿命量 也慢慢慢慢减少了 然后福德和微光 也慢慢慢慢微弱了 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线性的烦恼 但是那个烦恼临近出现 就像我们这个花 马上要开的时候 有一种花宝就那样 马上要开了 虽然贪嗔痴马上没有呈现 但是它即将马上要爆发的 这么一个因缘就已经出现了 那个时候可能整个人类的身体不像现在一样 还是内外透明的 整个体质比较完美的 还有在那个时候 男跟女跟还是没有出现的 在这个时候跟其他的 包括东圣神珠 西流河珠和被聚露珠的人类 就开始增多了 因为这些那天也说是 主要是天界下来的 然后可能有其他世界转移过来的 也是有吧 不管怎么样 这以上的这些说法 基本上包括《涅槃经》 《华严经》 还有《长阿含经》 《中阿含经》当中都有 看到《七十经》 还有《阿比塔律师论》 这些里面基本上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按照佛教的说法 人类是这么一个 从光阴天字一直到讲道 然后福报慢慢开始减退 然后很多功德都没有了 所以跟现代的说法确实有点不同吧 大家都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南战部咒 在这里特别地讲南战部咒 南战部咒有一个比较象征性的 比如说五日脑海 金刚座 还有钢第四雪山 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个 南战部咒有些学者可能是 所谓的南战部咒是现在的亚洲 亚洲的中心是喜马拉雅 或者说是钢第四雪山 那么这个古代可能从梦中意义上称毁是许米山 然后我们人类面前可能只看到的是 像是钢第四雪或者说喜马拉雅山就这样 喜马拉雅山的许米山和喜马拉雅 有点意思 有点相同 开玩笑 这不是研究的 这是随便说的 但是我们那天也讲了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而言肯定不是那么渺小的 不然他说法好多都是有点没办法 前后都没办法有矛盾的了 肯定出现各种矛盾 这样的话 首先这里说 他这里讲的主要是金刚座还有战部咒 为什么叫南战部咒还有呢 因为有一棵树叫做战部咒 因为这个战部咒说庄严 下面是一棵树 还有树果落到户里面 无热闹海或者是无热闹赤 佛经里面两个都有 有时候看我们学上这么有大海 但是这个海并不是四大海 五大海 不是这个意思 它这里海有时候特别大的户在佛经当中 经常会称之为海 所以这个没有错误的 以前古代的经当中经常有 有些说是无热闹赤 有些说是无热闹海 他这里说为什么叫南战部咒 南战刚才已经讲了 战部已经讲了 其实咒外面有海洋或者说有海水 然后中间也没有完全遍布这种水 但是也有一些密密麻麻的 有一些水流 也有一些水缘 这样叫做咒 就像世间当中有些岛屿 它周围也有山 周围也有海 用这个名字来取之为咒 我们这里什么亚咒 或者说是岛屿 岛屿有时候也叫做咒 可能咒也有大的 也有小的 为什么叫南战部咒呢 南战部咒也是周围有海洋的 然后它整个世界当中有不同的河牛 牛肠 有这个意思吧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所谓的南战部咒是位于在什么地方呢 那南战部咒的最重要是印度金刚座 掀戒 潜伏 成佛的时候 即使坏戒的时候就像虚空当中挂着铜一样 不会毁坏的这样的金刚座 这个金刚座往北方 像藏地这边一般印度的北方可以叫做北方 在北方有三座山 有三座黑山 中国有九座黑山 现在很多地理上他们看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山梅 它是特别长的 世界上是最长的山脉 以前我们学地理的时候 喜马拉雅山 我们有一个王老师 猴子比较多的 那个时候地理里面也是讲一些愿猴 愚蓝人 有时候我们就故意说 王老师 你是不是猴子啊 我们那边有一个尼玛茨上的同学 他经常惹他 他就特别生气 你们办事最不好调伏的 我不想给你们敲 敲到中间 他自己就骑走了 然后我们就很开心 大家该怎么弄就弄 有时候大家不想听课的时候 故意给有几个同学 给他们指示 要不要把老师骑走 然后就开始先听问题 举手 然后听问题里面开始说他 这样的 所以说他当时给我们在海盘上 这个喜马拉雅山门 还是中学的时候 学了一些地理 这些学了一点 他现在有些在地图上 谷歌地图上看的话 基本上可以可能说的 从印度到港帝社之间 还是基本上能他们认出 九座黑山 当然黑的话可能是有树 并不是完全是黑的 那个是他们有各种树林 这样的树 因为从尼布尔 或者他那一届 还是树比较多的 过了九座山以后 蒂子学山 港帝社 港帝社 原来有个电影 《刚仁波切》 我们这里好多道友 谁去过没有 港仁波切 这几年很多人都去不是吧 我都想去一下 这次放假的时候去港仁波切 看一下 港仁波切是不好去的 港仁波切 这个学山 然后学山的背方 有一个叫做巨像山 然后巨像山的背面 刚才还有两座巨像山的中间 有五日老海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五日老海的海星 它是一个四方星的 四边都有 五时有熨 五时有熨的 然后里面有八功德水 也是无热脑的话 以前好像一个仙人 他喝了以后 他一直没办法热 肚子里面没办法热这个仙人 然后他是很清凉的 所以叫做无热脑海 也有这样说吧 还有无热脑龙王 它居住在这个地方 原来我们讲不是《无热脑龙王清闻经》那个经典吗 就是这个无热脑龙王也居住在这里 所以这个无热脑龙王也好 无热脑海实际上是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 我这里不讲 这里应该是人间的八功德水 五光尊者在注释里面 先讲了一个人间的八功德水 然后讲了一个天人的功德水 按照《毗劳易经》的观点 也是天界的八功德水 也是有两个八功德水 但是实际上这个无热脑海 刚才港帝斯旁边 有两个象山之间 有这么一个湖 或者这么一个海 这个海实际上是 无光尊者注释当中说 不具备身边的人很难以到这里 这一点可能我们现在 现在很多科学家和一些地质学家 他们好像没有发现 看不到有各种说法 其实我们佛经当中也说 这个无热脑海在刚才这个附近是有的 但是这个一般不具备身边的人 没有身边的话 很难到到那里 其实这个 因为这个无热脑海的旁边 刚才也是讲了 占卜树 还有很多的莲花 莲花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料 还有在那里 雪山下面实际上有五百罗汉的山洞 还有周围有很多的水池 还有天人的湖地大象等等 这些都是在那个地方 在人间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 刚仁波切实际上不仅仅是佛教的 实际上他像齐婆教 他们觉得是他们的发愿地 本部教在他们的教典当中 对刚弟师也是很重视的 还有印度教 他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当然我们藏传佛教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跟雪山也有关系的 《喜马拉雅山的大成就者》那本书当中 在那里也是 修行的很多人也在讲在那里 还有佛陀的《毗奈耶经》当中 经常也是有好多阿罗汉 还有好多的怨诀 很多的声闻 也是在雪山闭关 雪山修行 从雪山当中显现神通 飞到城市里面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这样无人老海在那里 然后刚弟师学山 其实实际上现在世间人们都觉得 这个山是一个 以前也是讲过吧 他很多考察队和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山 包括他的造型 他的整个力量非常特殊 可能各宗教也是觉得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解开他的谜 然后非宗教者 很多的探险者 或者很多的靠山 这种超山队 他们也是去那里经常 值得有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下面讲到热闹 这个是前面刚的事已经讲完了 还有印度金刚族 前面已经讲了 就这里不讲吧 在下面 热闹后从这里开始有四条河 四条河分布流上到各个东南西北的大海当中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藏地 很多人确实觉得有点神秘 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的教义 比较特殊 甚至他整个世界无际的 整个地心来讲 也确实对整个世界也好 对整个亚洲 也是有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看四方口浆四水流 然后腐猪细夺 心都横 七爪又绕 五热闹 五百消息回忆一处 子牛四方大海中 他这里 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历史学家 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刚才刚迪斯雪山 它的周围有五热闹海 五热闹海的边上 这个五热闹海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有些经典里面说是在 包括《毗奈耶经》 有一个经里面说是 《无热闹海》 《长尔含经》里面说是在山顶上 但是刚迪斯的山顶上都是没有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是可以看得到 在很多视频里面看得到的 但是刚迪斯下面有一个壶 这个壶也许是有可能的 刚迪斯下面的周围有壶 有些说这是马鹏银措 那个肯定不是 马鹏银措在我们去萨迦的那个路上 那个圣壶都是去拉萨往上去 扎西伦布好像在那个附近 以前法王去印度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是经过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 刚才说是龙王的海在这里 龙王的海因为各个善心不同的原因 它叫做善心或者说 这个悬崖的心不同 然后从东风 从大象 因为山圈的来源就像是大象的口一样 在这里流出恒河的 然后跟吾若拉海骑渣 然后连通五百个消息入于东海 它是恒河 它可以入于印度洋的东边吧 可以这么讲的 然后南方它叫做牛王河 它这里有信度河 有些说是印度河 凡是有信度河吧 它入于南方的海 也是跟南方的海 西方它这个叫做香圈河 马圈河 空缺圈河 他们都称之为是这样的 但这里藏文当中不是很明显 所以西方就像是军马的口当中流出来的 这个叫做福州河 福州河唯一流畅在藏地的 亚鲁藏布江 应该是这个吧 好像记得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入于西方的大海 然后北方有四字口流出来的河 叫做西渡河 它也是入于北方的大海 那么这些经论当中 有些说是东方式马圈河 有些有不同的说法 其实这个不同的说法也是各个经中不同的 所以乌光尊者认为这没有什么 因为有些经中里面 刚才东南西北 东方式马圈河 南方式香圈河 西方空缺圈河 北方四圈河 河的名称也有不同的 然后乌光尊者说两种说法 佛经的处处不同 所以没有什么香味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它那个马圈和牛圈的话 其实这个水来源的圈徒 它是一个在炫耀的口 或者它在山里面出来的 这个山就像一个狮子的嘴 或者说是骏马的嘴 或者说是牛王的嘴 空缺的嘴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山 凡是像一个动物 也许它像是牛头 也许像空缺口 也许像一个狮子口 所以不同的经典当中 对它的称呼就没有什么矛盾的 然后刚才说是饶行欺诈嘛 饶行欺诈的意思实际上是 它无热脑海当中把这个水已经流出来了 流出来了以后 它一直往东海或者南海 就一直这样毁流 回转的过程当中 它并不是跟无热脑海绕欺诈 不是这样的 但是它好像是跟整个远方这样流畅 它不断地在弯弯曲曲地这样流 好像有欺诈的一样 所以它这里所谓的欺诈 或者是欺词是一种死穴 他死穴修饰的话 他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意义的话 他马上把它修饰成另外一种 比如说我来得很快的话 飞过来了什么什么 凡是死穴修饰的话 他稍微有一点马上把它吹捧 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因为以前历史学家现在认为 无热脑海细有欺诈 在地理上根本看不到欺诈 这么绕的 但这个无关尊者这里解释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有五百个小溪 一切冻入不同的海马 其实它这里五百的话 大多数是好多山谷里面的这些水 毁入于江河当中 比如说我们亚龙藏博江的话 可能亚龙藏博江最后毁入黄海 好像你们学的地理也是一般吧 我们地理只是学了 好像有个上策和下策 就上策学了 就是下策当年没有 不知道什么 南海 越南 南海 对 这样整个这个过程 肯定有五百个河都不止 应该有好多的消息 毁入到它嘛 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的 还有五光尊者后面会讲了什么 对 但整个因为这里东南西北的海 实际上可能根据当时刚第四的海 不一定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东南西北的海 这个可能好像他这个意思也是 明明为东南西北的话 整个海水其实是融入一体的 然后从南沾部主的角度来讲 他分布于东南西北 因为他那个刚第四 现在世界上的人们也认为是整个亚洲的中心 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也有 当然我全部没有见 时间太长了 有一个短视频跟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数的有些都是不对的 什么东南西流河洲 这些都肯定不对的 但是有些地方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有好几个 但是我就选了一个短短的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确实藏地是一个很稀有的地方 尤其是刚第四雪山 刚仁波切 它是很有灵气的 很有加持的一个地方 就像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三道宗教的发愿地 所以刚第四也是亚洲的很多不同宗教 把它当作一个特别主要的圣山 可以这么讲的 所以这些人类还是都有不同的 包括 原来不是我们讲过吧 基督当时中间十二岁到多少岁之间 一直在刚第四附近可能会修行 因为它的整个实际当中都是没有的 原来我在中山大学里面 当时我翻了很多资料 讲得比较可以 但后来有点点不敢 也在讲记上面稍微简略了一些 因为当时有老和尚 包括有很多宗教人士 和非宗教人士的一些实际 包括基督教他自己的观点解释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在学生那里 苦行过一段时间的经历 也许可能刚第四不仅是藏传佛教 还有其他各宗教 也是有比较特殊的缘气和意义 所以当然有些现在人说刚第四是须弥山 但这个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 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人们有时候也需要去观察 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原来现在人们的有些教材里面的说法 也不一定是对的 当然我们佛教里面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历史学家对古人的生活 古人整个人的来源这些方面也可能不低于 现在所谓的人类学家 或者历史学家 所以从现代和古代的很多文集结合起来 自己去探索和自己去思维 也去得出新的结论 下面大家一起看 可能四五分钟吧 有一个短视频看看感觉怎么样 一座山峰如果有四种神兽环绕 深藏一百多座金字塔 被视为世界的中心 而且很多国家曾多次进入探险寻宝 那么这样的神山怎么不会令世人感到神秘呢 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脉的北侧 有一个山系叫做钢底斯山脉 它南临喜马拉雅山 北靠无人区 与喜马拉雅山山脉平行 但一直以来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名气太大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脉内 所以钢底斯山脉默默无名 光环都被喜马拉雅山夺走 而实际上钢底斯山脉可是喜马拉雅山山脉的先辈 它比喜马拉雅山古老的多 喜马拉雅山只有约三千万年的历史 而钢底斯山脉有八千多万年的历史 钢人波奇峰就是钢底斯山脉的第二高峰 位于中国西藏的普兰县境内 钢人波奇峰是世界公认的神山 被誉为神山之王 同时被印度教藏传佛教所景仰 凡语称为吉罗缩山 印度教认为该山为师婆神的场地 世界的中心 藏传佛教认为此山代表着无量幸福 众多宗派的祖师加持的钢人波奇 因此被西方认为是传说中的天神之城 钢人波奇峰每日吸引国内外大量的人们前来转山 当然也有探险者和户外徒步的穿越者前来徒步探险 以八九月份最为繁盛 据传说转山一圈可以洗尽一身的罪恶 转山十圈可在五百年的轮回中免受下地狱之苦 所以钢人波奇峰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这也不是乱说的 是有地理数据支持 因为钢人波奇峰距离英国巨石镇6666公里 距离北极6666公里 距离南极是两倍的6666公里 距离金字塔6666公里 距离百慕大6666公里 距离恶魔塔也是6666公里 所以非常的神奇 号称神山之王的钢人波奇峰 与号称圣母之山的纳木纳尼峰相距 只有100公里 遥遥相望的两峰之间是圣国 马庞庸错和鬼湖拉昂错 其中马庞庸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最初的来源是繁域 是由星制和湖而结成的 这个湖最初在繁天的思想中创造后 显化在地球上 此湖因此成为圣湖 那么圣湖的水清爽甘甜 旁边井一路相隔的拉昂错 则是号称鬼湖的咸水湖 鬼湖的水却苦涩难咽 鬼湖翻译为恶魔 藏语译为有毒的黑湖 因形状非常的像残缺的星月 象征着月亮的黑暗面 所以马庞庸错的形状呢 特别像太阳 象征着太阳的光明面 两个湖分别象征着太阳和月亮 分别代表着光明和黑暗 一阵一邪相依共存 在印度的废陀中 记载着世界的中心 有座圣山叫弥山 全称是须弥山 相传认为这座山的原型呢 就是刚人波齐峰 在印度费陀文献中 须弥山是宇宙的中心 亦是世界的中心 世界的中柱或是宇宙之树 以大树代表着宇宙的轴星 连接着天堂和地球 那么树枝呢象征着天空 树干象征着地球 树根象征着地心 因此须弥山成为天空与地面的连接点 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 刚人波齐呢 有着高耸凌云的气势 而它的海拔刚好也是6666米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加上历史的重要地位呢 正好符合须弥山的原型 刚人波齐啊 亦称为世界曼陀罗的中心 位于六个主要山脉 相交而形成的莲花状的正中心 打开谷歌地图 看山的阴影面 仔细的端详 特别像一个人的笑脸 很多人都说这是师婆的脸 从高空俯瞰整个区域山脉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山极的轮廓呈现出阴影的形状 又神似万字符 就代表着吉祥与庇佑 因此干人波齐峰 在西方亦被称为万字山 根据匹士奴网生书的描述呢 干人波齐峰的四面分别是由水晶 红宝石黄金和天青石制成 其顶峰的尖状形似金字塔直入云霄 精准对称的四面朝向正好对准了罗盘的四方 有科学家认为 刚人波齐峰的构造符合费托学 从这块区域发源出的亚洲的四条生命之河 刚好把世界分为四大洲 其中四条河流类似于四种神兽环绕 它们就分别是印度河 布拉玛普特拉河 萨特莱杰河 加格拉河 四大洲指的是须弥山的四方的东圣神州 南部州 犀牛鹤州 北居鲁州 刚人波齐 不要说得太多了 一说一 也行吧 刚才这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吧 看看确实 他高六千六百六十六 喜马拉雅山是八千八百四十八 是吧 稍微有一点点 其实德格山也是五千都害怕 它不算很高的 但好多去转绕的时候 它不能直接转 它这个周围转 以前我们去印度的时候 当时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些喇嘛 一边转刚仁波齐 一边后面到尼泊尔那边直接跑就可以了 现在好像过街更严了 那个时候很多转去尼泊尔 去印度这些人 他边转刚仁波齐 然后就下来 我们到印度南方的时候 有几个一个叫丘巴堪布他们来了 然后我们问你们怎么来的 他们说我们去刚仁波齐转了一两天 然后就下来了 没有发现 所以刚仁波齐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 这几年一来去抄刚仁波齐的人比较多一点 但是听说到了那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还是阳气不足 各方面还是比较难的 不管怎么样 我看 讲到时间上 差不多了 要不今天讲到这里吗 是大家接近 多厘少论 两个字是山上之内 我从南人交互 东南人交互 我从南人交互 东南人交互 我从南人交互 关门人交互 我从南人交互 经历命 我从南人交互 东南人交互 感谢观看